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,制导绝学,鬼谷自教你识人之术,洞察人性才能少出矛盾。 曾经有位富豪透露了他成功的秘诀,一个人赚一百万有点难,但十个人赚一千万却很容易。商场中,团队作战肯定要强于单打独斗,可悲的是这世界有太多聪明人起步来,就是什么都自己干,结果事情没办成,反而自己把自己给办了。 不懂识人之术,不仅生活上会出现各种矛盾,事业上也更难以组合出一支黄金战队,其实,不管是职场、商场、还是官场、情场说白了都是人性场,你能读懂人性,你就会顺风顺水,皆读不了人性,走到哪里都会碰壁。 一、鬼谷字教你一招识人之术,学会此招对你行走江湖有莫大的帮助,关注智道绝学,教你更多,鬼谷字第十篇谋术将使人分成三种,人者、勇士、智者、即将才、率才和会才。 这三类人性格,特长、有缺点各有不同,团队只有取长不短,才能形成一支黄金战队,解脱自我,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强大的自我,为什么无数老板这么累,不懂得让天下人才为以所用。 小老板经营事,大老板经营人,觉悟,忙着做事,不如忙着做人,一个组织,一个团体,一旦组建成人才铁三角,功无不克战无不胜,只哪打哪所向披靡。 二、类别、人才、判别、性格、特长、摩心、死学勇士、帅才、方脸、外向型、攻占市场、虚荣心、色人者、降才、圆脸、中向型、人际关系、多疑心、情、智者、慧才、三角脸、内向型、战略指导、极度心、前帅才的脸型基本是方脸、性格外向、脸型红色性格、直来直往、 敢打敢杀、历史人物如、韩信、项羽、成吉思汗、张飞等,跟这类人交往切勿绕弯子,说话一定要直接说重点,他们擅长攻杀市场、攻城掠地,一个公司业绩起步来,极大可能就是缺少帅才,帅才的魔心是虚荣心,喜欢逞能、喜欢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情,不为别的,只为征服,所以帅才需要有不断挑战自我的环境。 一旦失去这样的环境,直接残废,例如,你给一个帅才安排一个蚊子工作,贴定离职,帅才容易被美色所困,自顾英雄难过美人观,所以给帅才安排的工作,最好是男人间的战斗工作。 帅才一旦落在女人堆里直接残废,他们喜欢一个女孩,会直接对女孩说我爱你,挂在嘴边,生怕别人不知道,这是我女人。 将才的脸型基本是圆脸,性格中向,人际关系高手,几乎左右逢源,历史人物如,肖和,刘备,魏征等,将才擅长攻关,处理矛盾,凝聚公司人心。 例如,战神韩信就是被肖和招致刘邦麾下,一个公司缺少多样性的人才,人心涣散,或许就是缺少将才,将才的模型是夺疑心,原型不稳,容易滚动,将才比较容易放弃,又重新开始,如此周而复始,人生直接残废,所以跟将才共事,一定让他立场坚定,多多灌输这事,肯定能成等肯定语句,多给他讲榜样的故事。 能让他直接成为领袖,将才容易被情所困,他们宁可破坏原则,也不愿破坏情义,所以公司辞退人,对他们而言是比较痛苦的。 另外,这类人相对比较讲究情调,喜欢喝红酒玩浪漫,感觉哪个女孩都对他有意思,许多的人会把知心话都愿意跟他说,会才的脸型基本是三角脸,性格内向,喜欢思考,典型的智多星, 历史人物如,江子牙,张良,诸葛亮,刘伯温等,跟会才交往,要显示出足够的尊重,少在他们面前提打打杀杀,不然他们会跟你说,莽夫一个,会才擅长确定方向,制定公司战略,公司没有发展方向,没有战略布局,就是缺少会才,会才的魔心是极度心,所以少在他们面前提榜样,否则你会死得很惨。